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就說我們最新找到在地球有一個電力的牆 是的 是的 首先問大家 問台長 小時候其實這些小學都會讀到 地球自己有帶一個什麼牆 磁牆 所以你拿指南針出來會指方向 但是我們之後的數字會再講一些地球磁牆來源的故事 其實很有趣的 現在都還沒搞清楚 但是我們將地球磁牆擺在一邊 我們知道地球本身就是生來自帶磁牆的了 另外其實我們經常講的那些其他行星的發現的時候 我們經常講的 那個星球有沒有磁牆 就代表著裡面那個核心的狀態是如何的 所以其實原來水星和月亮 都是有一個輕微地微量的液態的核心在裡面 因為他們還有一些殘餘磁牆 這樣 另外我們知道呢 因為地球本身有質量 所以地球有重力長 然後就是對於一些大顆 一些重一點的物質 多一點的行星 它的重力長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說了 地球自己本身就自帶重力長 自帶磁牆 那麼會不會自帶電牆呢 我們沒有怎麼提的 我們沒有提說地球自己本身有一個 度得到一個微量的電牆在那裡 我們甚至乎以為就是地球應該整體上就是中性的啦 就是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電牆 多了少了一個地方的喔 但是這個概念呢 我就覺得呢 這個我們一直以來小學常識學的知識呢 我覺得從這個星期這個科學新知這個消息開始就要改變了 其實地球有自帶電牆的 終於第一次度到 很弱的 但是它真真正正是一個地球自己本身 地球大氣外層的一個特性 是帶一個電牆 是很弱的電牆在那裡的 有多弱呢 基本上就是 整個電牆 那個的電位差呢 就只有0.55個伏特的而已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地球如果有個電牆 就是說它在某兩個位置的兩端就有個電壓的差了 就好像你拿起一顆電芯 你的電芯的前後那個正極負極就有個電壓差在那裡了 一個正常的電芯就是1.5V 現在地球它自帶的電牆最後給出來的電壓差是0.55V 就是等於一個已經用到借了的電池一樣 很弱很弱 就是因為這麼弱呢 我們不容易量度的 但是呢 不要小看這個這麼弱的電牆 它原來給了一些我們前所未見到的效應出來 是幫助我們解釋到一些東西的 第一個疑問就是這個物體 它是什麼條件就是它會有電? 為什麼會有電? 首先你要看它上面的電的分佈 最簡單就是我們比如說冬天玩的那些靜電 你關了燈隨見羊毛衫這樣滴力達辣的樣子 或者你就是找一些紙 找一些布來去捉一些很乾燥的時候 你捉一捉的表面 於是你就會有些靜電走出來 那些靜電是什麼玩法呢? 其實就是你可能將那個物料上面的一些電子抹走了 令到它原本正電、負電一樣那麼多 突然之間你現在令到它少了負電、多了正電 所以它整體上面帶了正電 又或者是反過來 你捉完它之後呢 你是令到多了電子貼了上去 反而你捉它的那塊布你就少了電子 於是它就整體上帶多了負電、帶少了正電 它整件東西就負電了 所以一件東西怎麽為之有電呢? 最簡單的那個圖像的想法就是 它上面的多了還是少了正電或者負電 又或者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是什麼呢? 它可能整體上都是正電、負電一樣那麼多 但是它在它的結構裡面的正電、負電 就不是混得很紋潤了 它就各有各、各走各路 就變成一邊全部是正的集在一起 一邊呢就負的就集在一起 就是藍左、淚右這樣分開了 當你呢出現了一個這些電汗不均勻分布的時候呢 那中間呢你就會產生一個叫電的牆在中間的了 其實就是 那是不是如果在地球來講都是出現了同類似的情況 所以有電牆呢? 那現在呢就要開始講這個故事了 那在這個測量的故事來講呢 地球有電牆這件事呢 原來好像60年代已經有人提出的了 那它是根據於它們自己對於那個地球的大氣 和太陽的相互作用來給出一個這樣的預測的 會不會太陽自己本身 太陽它很大的力量來主宰著我們地球的氣候和天氣的 如果你沒有太陽的話呢 地球的天氣現象很快就會消失了、靜止了 正正是因為有太陽能比下來圓圓不絕呢 令到就是赤道的地方熱些、兩極的地方冷些 因為那個太陽能打下去的那個角度呢 就不同的角度就去令到地球接收到的能量不同了 那所以你赤道的地方是會曬得硬些、熱些 但是呢這些熱就不均勻的 那所以那個地球就有一個傾向 就經常想將那些熱自己混均勻的 那所以整個地球那些什麼貴風啊 那些什麼大氣的活動呢 就是你是靠一個太陽光打下去地球表面上面 不雲巡的時候 他們自己企圖雲巡的一個效應來的 就是基本上天氣的來源 那個動力的來源就是那個太陽能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那當初研究的人就會想了 當你那些這麼強的地球的太陽的輻射 打下去地球外面那一層的大氣那裡的時候呢 那很容易就會將一些電子打了出去 打掉了出去 就令它離開了這個原本的空氣分子那裡 那那個電離層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去來的 為什麼有一層要電離層呢 就是因為那裡不停地有這個太陽的那些這樣的輻射 是不停地將那些地球外面那一層大氣打到 它變成了一個離子化的現象 那電子很輕的很容易被踢走的 但是那些這樣的帶正電荷的東西呢 它一方面當然想將那個負電扯回來 因為正負是雙級的嘛 但是雖在就是負電是很輕的 電子很輕的 那個原子核的那個正電是很重的東西來的 那個重量的差異是說成千多倍 甚至更大也都有的 視乎你那個是什麼元素 那於是乎呢 重點那個元素呢 又被這個地球想希望是扯下去的 輕一點那個扯得不那麼厲害的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就是一方面 有個太陽在幫我不停地將那些電子拉走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個正電又想拉回的那些電子 但是那個正電自己又不爭氣 又一路被這個地球的重力想拉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出現的邪形就是呢 那個正電和負電就被迫要保持了一個的距離了 就是那個正電也都沒有能力 將那個的負電扯回到自己身邊 但是呢 太陽就在那裡不停地攪一攪 不停地將你好辛辛苦苦拉回來身邊的那些負電又踢上去 所以形成這個情況就是因為有太陽的緣故 令到那個地球大氣外圍那裡的電離層那裡 特別傾向有一些 帶負電的電子是鋪了在比較在外面遠一點的地方 然後呢 裡面就有些帶正電比較重一點的 就匯聚在靠近地球核心的那些地方那裡 所以你就發現了就好像因為有太陽的出現 就令到你出現了那些正負電一個藍左鋁右 應該就是說負電在外面 正電在外面那個的情況出現了 那麼根據我們對於電池學的知識 就是當你有這些電荷不均勻分布的時候呢 那就會有一些電牆在那裡出現了 這個電牆的方向就是由 就是如果學電學的時候就知道了 由正電開始畫一條箭咀飛向負電那裡 就你畫一條很多的這些線就由地球的內面 向外面指的這些叫電力牆的電力線 那麼有任何其他的帶電粒子感受到這個電牆之後 它就會受力被加速 就是說呢 很有趣的就是說 如果你給一顆有個正電荷去走入這個範圍的時候 它也都會被這個電牆扯出去的 所以在那個地球這一塊東西 它的某一些的部分你會發覺 你會觀察到就是一些很強勁的粒子流 是發覺地球的大氣有一些機制 是幫我將一些的電荷扔了出去的 而以往我們都觀察到這些現象 但是我們不懂得解釋 是什麼的力量令到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空氣分子會無端端被扔走了出去的呢 那麼原來是太陽作怪 太陽令到地球又擁有了一個電牆 而這個電牆是幫助某一些帶電粒子 是飛離開了地球那裡的 而且飛的速度很快的 那麼這件事情可以這麼說 負責測量的人呢 他們是要自己放一支火箭上去量度的 那麼它就不需要放一支火箭上去太空那麼遠 但是都要放到很高的 要放到上去成卡門線 真的是太空的邊緣那裡 因為那裡就是電離層的一個位置 然後就將那個周圍那個電牆的數據拿回來 那就證實了有一個這樣的電牆的存在 而也都發覺這個電牆的強度呢 是恰如其分地幫我們解釋到 為什麼會有一個正電荷的粒子流這樣會彈出去 就是真的看到那個地球上面 那個自帶電牆相對弱一點的地方 那個粒子流往外噴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那個自帶電牆相對多一點的地方 你看到那個往外的粒子流噴的也都特別厲害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說 不是說一個非常大的偉大科學發現 但是這個發現足以令到我們 對於一些譬如中學的科學的課本內容 又有一個新的附加的篇章可以放進去 如果發現了這件事 那它跟其他的場合 譬如次長 它有沒有相互關係 還是一個獨立的現象 你都可以說它 顛唱和次長 甚至乎我們說它不僅有相互關係 在某一些物理理論的學者 甚至乎他們根本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就是你如果問愛因斯坦 他們會將它看成同一樣東西來的 只不過你隨著你自己的動態不同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電場多一些 還是磁場多一些的意思而已 而且任何帶電粒子 它走進去一個電場和磁場的時候 都會根據這個定律來講 就受力加速 就不一定加速 但是受力會改變方向或者加速 都可能會出現 那這樣會不會令到豐富了圖像 令到我們可以解釋到更加多 在地球外圍那些大氣粒子的古怪行為呢? 那這裏就暫時未知 那現在就去到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們發現了原來地球自己本身 有自帶微弱電腸這件事 而這件事就相信不止只是地球會出現了 你任何會受到太陽照射的行星 只要和你有大氣的話呢? 它都可以這樣去出現 那這裏你可能會說 哇 它這個電場 就是地球有個這麼微弱的電場 會幫我把那些粒子帶走 那些粒子會不會越走越多 搞到我們大氣沒有了? 但是以地球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效應不大 因為反過來地球其實自己一路 除了自己的地殼下面一路有氣體又走上來之外 另外就是在太空裡也一直有東西掉下去的 那暫時以我們很粗疏的估計 就是我們地球的大氣現在入和出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不會預計就是說 哇 過了幾萬年之後突然之間 大氣就薄了一半 那就不會是這樣 反而比較迫切的問題就是 我們自己人類那個文明的行為 令到大氣成份改變了 就是令到裡面不是所有氣體一起減少了 但是令到某些氣體多了某些氣體減少了 那這個電場本身是和大氣 是一個大氣的功能 一個大氣的結果來的? 大氣和太陽相互作用的結果來的 所以你要想 地球的引力場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質量帶來的結果 地球的磁場就來自地球自己的地殼內部的結構的結果 那現在呢 通常是一些內因來的 但是電場就有趣一點了 就是它自己的大氣再加上一個外在的太陽 給出來的結果來的 那如果這樣說 其他有大氣的星球 或者曾經有大氣的星球 都應該有一個電場在那裡 會 強還是弱的意思 那如果有這個電場呢 它可不可以變成一個能源? 那它太弱了 就是一個這麼高空 然後又只有0.55伏特 那你要想一下 這裡之所以有這個電場 的原因就是不外乎是太陽的 其實它原先是太陽能來的 那如果是這樣不如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你直接收集太陽能呢 那能量就更實際些 就是大家現在就是在說 為什麼不大幅用太陽能呢? 其實都是一個能量密度的問題 那個能量密度不夠高 你要花很多的資源去採集它 才可以採集到這些 那同樣的 這個地球自大電場 本身它作為一個由太陽 給出來在一個大氣裡 一個極之微弱的電心 可不可以拿它來做它的能源呢? 那你就要想一下 其實太陽射下來的能量 很少部分是留在那個 地球的電場的層次的 所以那裡的能量密度就更加低了 就更加不化算了 我們這一節可以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